《玩具TV》第25季第9集 剛才玩完致雷馬 我們找另外一個我自己曾經極度夠喜歡的作品 不用說了 已經有東西遮住了 五星物語中的最強幻象 殺陸機器 MX中的最強幻象 嘩 真是的 這樣這隻就是 最強之中最強 算我上年的BANG 然後就算黃金電人士 第三隻 五星 要不要拼第四隻 我真的不知道 我認真地說 我有一隻VSIREN回來 透明裝甲 我真的 好棒啊 我拼好你幫我拼盤 我拼完這隻之後 我真的覺得這隻裝甲應該要透明 是 因為很浪費 為什麼浪費呢 現在立刻開給大家 好 可不可以看 沒錯 這盒東西 慶裝版 本身的盒子沒有帶來 因為這盒子是神經病的大盒 原來一拆 一拆裡面 原來是這麼小的 原來是說明書 都大本 然後給大家看看 然後它有點簡介 很漂亮 很漂亮 殺陸機器 很漂亮 這個盾牌 但是背包版 是很棒 這個 是 但對不起 它這樣顯示 這個真的神經病 這個真的神經病 打開拼了 沒有開包 這個是另外一隻 這個是輕版 這個是神經病 這個神經病 剛剛說了會出這個 V3的透明裝 是啊 我早幾天都寫了出來 是嗎 是啊 我又追過 Toy's Theory 大家密切留意一下 因為就是這個 你看看 就說你為什麼可以寫 是啊 沒錯 因為其實 永永會那些很搞笑的 它呢 很多內購的東西 但是 你裝了那副膏去 我看不到 但是我很浪費心機去噴那個膏 就是那個骨架 因為我是 100%還原的 好像這個 但是呢 哎呀 就這樣 其實又不說得上浪費 因為本身它的積層裝甲 是半透明的 是啊 所以其實裡面的功夫 都算是看了少許 因為本身 我上網呢 有很多師兄 是會將它本身這套外甲 是噴白色的 正常是噴白色的 是啊 但是如果你噴白色 就會將整個骨架 遮蓋 遮蓋 推前一點 如果是墊板 是 好 是 OK 那就是 如果你噴完十八色 十八色 是沒有用的 你遮蓋整個骨架 整個骨架 因為骨架 我就用了一種比較深色的紫色去噴的 所以在某一些光線下 是會見到少許 幻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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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可以透了少許 裡面的紫色出來 我記得好像這一種設定 是不是 好像那時候是炎之女王 透明線 有幾年 所以它最強幻彩是V3 就是因為它本身用了這個積層裝甲的技術 所以變成由原本三億三千萬兆馬力去到無限 我不知道有沒有 先看看 你以為是哪些人熟 他有說的 其實這樣說 這個五星 其實大家都覺得很華麗 其實在生產上是困難的 困難的地方是什麼 其實早年 我接觸五星的時候 還在說手版無限火炸 都是Wooks Wooks Wave 就是這幾個 海洋堂是有出齊的人 早期的那些人 是的 那 那 那條腰呢 還有腳的架位 基本上是不夠力的 神經病 尤其是海洋堂 曾經出過一比三五的 是 最強幻彩 最強幻彩 背著背包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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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會向後傾 和自己坐下去 因為骨架太重 你把座椅一起轉 轉 因為本身 這隻我是幫人砌的 未交給別人 所以 哪個是有 懂不懂的 舊朋友 所以是未黏死的 可以看到 是未黏死的 而且腳我也未黏死 Wooks的模型是很有趣的 跟Ben Nye完全不同 Ben Nye有些扒進去 實的 但它這些 扒進去會鬆的 因為它們有些不同 它那個 Wooks的技術 那種方法 它本身是 這個 它完全不會和你 考慮這個活動性 對 它只是和你考慮外觀 對 外觀 還有一件事 如果你真的說 內扣 怎樣扣 活動性高 五星也是活動性不高 沒有活動性可疑 你不要想 你不要想 其實這隻 它有升級的 好像之前的黃金電 其實這隻和黃金電的事 有很多共通點 比如 比如 腳 兩雙腳 是完全是黃金電的事 那本身就用了一個 我磨了之後 外甲就是用了 透明白 我要先噴透明白 然後噴了一隻 加了一點點紫色的珍珠白 噴了下去 腳跟是沒有貼到那個 鞋子的位置嗎 我看它是斜了 它就是要靠這個動作去固定 否則就會分體 你沒有磨過 它本身的設計 腳跟是斜的 對 小斜 小斜 就像女人的腳伸到 外八斜 對 鞋子都磨了 所以其實它 左右腳 腳底是有分別的 所以如果你裝錯了 是會 站不到 很怪的 所以 我最初就是 沒有在意這件事 然後要翻查 原來哪隻左 哪隻右 這隻腳其實是有關節 有的 它其實挺過癮的 它可以讓你選擇可動 和不可動 就是固定用的關節 和可動的關節 對上一隻黃金電騎士 它是沒有這件事的 它這次送多了一個這個給我 就是一個HIP位 連上那個 大腿 大腿的鑽 這個是波樽 它這隻就是固定的Fixed Post 它怕它會站不穩 所以 如果你要做一個擺Post 你就可以換這個 有波樽的HIP位給它 都很固定的 但是它很難站 你看 其實它這次的波樽是很固定的 對比黃金電騎士 對比黃金電騎士 是很鬆 黃金電騎士 真的你一放下去 就有分體 這隻就比較好 因為這樣說 最強幻象 或者是其他 五星文魚那類的東西 基本上 出模型 其實本身已經很困難 沒錯 它因為那個支點 太少 當然最誇張的就是 即陀幻象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玩 其實那時候 我有想過做的 即陀幻象 但我在想中間那條腰 我究竟是背什麼 最後不是柱金屬 但你都會疲勞 因為它背著還有兩批 真的即陀 因為Twin Tower 其實那時候台灣地震 我想很多網友看到 即刻即附 九鐘地衝進去即陀幻象 另一個Fan 就按住另外兩邊Display櫃 震源沒事 接著就給個五 幾感動 五星的設定 其實就非常華麗 砌模型來說 我相信現在砌模型 是比以前砌手板會方便 因為它的件可以拆開去噴 因為以前手板一見過 你就很痛苦 你游裡面那些很細節的東西 挑那一下就 你死你屎 沒錯 一切完就沒有了 快快了 我是不會跟你分件 傻的 又看不到 但是你啤模型又不一樣 因為你是一層層的 這樣搭下去 砌呢 上色會方便 但是到最後來說 可能在結構上 就沒有手板模型那種 因為是實在的 那種 因為全部都是同肢 對 全部都是同肢 你是不可以不打同肢 還有它那些最強幻象之炮 你中間如果不慢慢轉同肢 它會斷 其實我現在都要加柱 加同肢 它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Vox 出過這些膠件呢 可能要用一些特別的膠水 超能膠 不知道為什麼 黏不到的 AA AA都不是經常黏到的 很有趣 都不差 再說完 其實這盒Vox 又跟Bandau 比 你有什麼評論 譬如剪的水口 水口的收藏位 裝組 覺得怎麼樣 水口 就差不多了 沒有太大分泌 跟Bandau 都處理得不錯 都可以算是OK 即是 磨的東西 不算太硬 但是 它 很多 可能在設計方面 就是一個 板件上面 還有很多空間的進步 因為 很多時候 好像腳這些 這些甲 是很鬆的 這些位置是不准的 很多位置是不准的 本身 跌了 因為有些還沒黏 1 2 3 它本身分了三件件 是這樣的分法 沒錯 然後 你很困難 你黏了三件件之後 是闊了 你是套不下去的 所以你要把這三件件 黏完之後 就再 迫 迫 然後再拿補套去補 你才不會看到那條縫 這個 這個 因為其實真的是難瞇 它這樣擦 沒錯 它又不可以一件過瞇 你這樣走好 會走到死 然後 你這樣組裝 就令我想起 以前星球大戰的模型 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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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後面 它真的是 一個長方形 它真的是 一邊一塊膠板 然後再紮 然後 其實是歪來歪去 會散 其實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除非你裏面再加東西 去固定 但是他們沒有 以前沒有 以前沒有 所以就是 這個是一個 因為我上網看到 有些師兄都是 救病的 就是 闊了那麼多? 做不到? 然後就要 這個後期加工 然後 其實 如果你裝了一個 活動的 活動那個 席位 其實可以做到一個提腿 然後它是有過這樣的 就是 就是 可以走一步 其實你很少真的動 是啊 五星那些真的組裝完 都是動在這裡 你可以做到這個動作的 這個動作是classic 大哥 一開波就是看到這個姿勢 但是 因為我 組裝完之後拍照 是廢了很多功夫 我放棄了 這麼可憐 是啊 因為它有個重量之後 你就算放一個 包裝 放進去 會分體 所以 要是你除非加支架 去固定 去拍照 要不然 如果我擺這個姿勢 就是擺經典姿勢 可以嗎? 可以的 但是因為它借的 不是我 五星來講 如果你說 外觀上 會比較容易移動 擺動動作的 應該是阿修羅 就是紅色的 阿修羅公典 對 還有專輪 那些會比較 好像 Mk1 那些會比較容易 其餘那些 如果那些 很華麗 它都叫做輕裝 很輕裝 黑騎士 最早 第一型的黑騎士 就是比較 可以放得到多姿勢 到現在大肩頭 那隻很棒 我反而喜歡現在 但是應該是 擺動不了什麼 只可以做回它的經典 動兩把劍 有人問 為什麼它又不做支架 給它這麼困難 而且很不穩 你問Wooks 對 做支架 或者專用支架 就說會很棒 很多人就自己再加地台 對 如果不是 再轉死它 其實都是什麼 你五星那些 你一塊板轉死了 然後動在那裡 然後再玩個箱子 為什麼呢 它太華麗了 你掃都掃不到層 你不會動它 其實根本上 對 就是一個個動起來 對 我也跟大家說 其實我要轉很多的柱 因為很奇怪 你一裝上去 它會自己跌下來 因為根本就是沒有一個球 也沒有什麼 我也不明白這個設計是做什麼的 它是用了最舊式的模型 對 總之就是碰你還落膠水 對 其實這樣說 它那個理念近乎就是什麼 它當作是手板模型 對 手板模型的方式去做了 塑料模型 對 但是為什麼不做手板模型 因為以前 它手板模型 大家可能是在手板模型裡面 大家也知道有真空機 其實還有一件事就是離心機 哦 那麼 五星很多件都是用離心機出的 其實它為什麼 因為離心機就是一個圓盤 它的帽子是圓形的 放了一件在那裡 就放出去 所以為什麼那時候 那些人說 買原裝件回來組裝的時候 它會看到很多抱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原裝件 哦 其實因為它不是抽真空的 抽真空會縮 你罰出去那一下 它離心機罰就會變得滿了 但是呢 為什麼用離心機呢 它的件會比較薄 但是都不薄不過背件 但是你那個結構上 你其實是 你這種是有機件很明顯就是一切 你就知道是有一個難度 本身那個設計設定上是有難度 它現在就變成手板模型的方式去做了背件 你擺到這個姿勢都沒有說話說的了 坦白說 沒錯 沒錯 而且它那個 腳跟位 都出了 一個是波裝 一個可以活動的 一個是波頭 另一種是Fixed Pose 我想都是Fixed Pose 沒錯 所以就會下了 現在就下了這個 所以就 五星就會是這樣 還有它那些件 很多位置 它不會放這些柱位置 所以好像這些甲 你是猛死癡 最後我還是要放這個 液溶膠 液溶槍 嘩 沒有辦法 這麼大正像 我AA不斷癡 不斷癡 不斷癡 AA也吃不到 對,吃不到的 喂 喂 喂 為什麼是你 想知道腰是分體的 小心 你看這個人 不是這個我不敢玩 你死小蟹 還有呢 它有一個設計上 它有一個駕駛倉 好像上次黃金電的事 上次那個 我做了一個活緩給它 可以揭開駕駛倉 但是這次我放棄了 就好像這個 有駕駛倉的蓋 但是它上面加了一個甲 頂住 你又看不到 這些東西 很多時候我不知道它做來做什麼 很多時候 因為整個設定 你一邊看模型 這樣說 對啊 它根本就是用一個 手板模型的方式 去處理這個塑料模型 對 它其實是用塑料 去背一件手板出來 對啊 其實塑料夠薄 其實我原先是想著 一邊是裝甲 一邊是射甲 一邊是射甲 大家可以看到內構 但是 但是 應該站不穩 是很痛苦的 還有就是 最初是想著 自己覆一件 覆一件 覆一件透明件出來 但是 算了 應該很困難 因為太薄了 這件我玩了 這件差不多一年了 超過一年 很痛苦 因為有幾件件 不見了 找了幾個星期 突然腳底又會出現 所以就擺不來 找得回來 你有沒有跟精靈溝通 我算了 我放棄 然後突然間出現 就是這樣 你家是不是養鬼仔 哈哈 所以問一下那些精靈 另外就是 可以看《文化劍》 這些是游死我了 對了 都是用了一個 後面最強的 黃金色 然後再用一些紅油 再加一些黑油 就是他 永夜會最喜歡玩死人 就是玩這些 是的 我想跟他 他本身是時裝設計有關 他很喜歡在那些細緻裏面加很多 驕傲 但他現在的GTM 我真的接受不了 哦 是的 你看看他的樣子 根本上是變態 還在變態 我想起他的美少女的裝備 你講起他的樣子 我還在想 我看《溜梯》的時候 做什麼《4LOWE》 最近發表了 《Engage SR-1》 一個很像白色的機體 不像白色 頭部不像嗎 這個簡直是 M1 其實 他有一些M1情義 結構的專輪 也很像M1 沒錯 他也是專輪 這隻最近預購 《Limited》是什麼地方 另外一隻的顏色不同 其實我沒有詳細看 沒有 我都沒有 只知道這隻是用銀色的 我也不知道 不是五星粉 會分得到所有的細節 好 差不多了 另外一隻 這隻 嘩 這隻又是神經病 又是剛剛發表的 這隻也是五星來的 GTM GTM 黃金 電騎士 好厲害 一般 都是喜歡大大座的 所以喜歡五星的 記得入坑 有一段時間 因為一隻可以玩你年多兩年 砌到你崩潰 但你也是一樣 買很多回來的 你不會是買完一隻才買一隻 不是很多的 我這隻是VSIREN 不要緊的 因為一隻都不是我的 我都是受聘的 好了 好 轉眼見 多謝Ricky提醒我們 快點收檔 否則說不完 我得拿黃金鋒 好嗎 好多 好 講完這個黃金鋒 黃金鋒